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评书 今天是我们微博爆款写作课的第六课 我们是向上社交啊 向上社交 然后呢 来 先说第一个 从四万粉到十六万粉我做对了什么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开始写微博的时候只有四万粉 而且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僵尸粉对吧 然后呢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吧 写到了十六万粉资 然后呢微博开始给我送粉 送到八十多万啊 我做对了什么呢 当然你好好写 写很多优质内容什么都 这都是对的 我写了很多拼命写啊 拼命写每天写到一百多条 每天写几十条到一百多条啊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当时有一波大佬们在帮我 一波大佬的帮我转发 每次帮我转发都会带来很大的流量 和很多的粉丝 而且这粉丝的质量非常的优质 那么你让大佬提携你 永远是你进步最快的方法 也有意思了吧 如果你现在是个小透明 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这个时候有大佬帮你转发一次 他转发一次的流量就是你正常流到十倍 就能帮你增到很多粉丝 如果有多个大佬帮你 你就很容易做得更好一些啊 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 怎样让大佬帮你 怎样向上社交 怎样让大佬愿意帮你 就那么简单啊 怎样让大佬帮你玩 不卑不亢 提供价值 我见到有人 因为我现在也算是100%粉丝嘛 也会经常有人来找我帮忙嘛 那个有些人的嘴脸太 太难受不了了 也不想帮他 对吧 不卑不亢 提供价值 让大佬看见你 喜欢你 赏识你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先让他看见 然后喜欢 然后最终赏识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接着往下讲啊 你想让大佬帮你呢 这是我之前说过的话 如果你想让大佬帮你的话 你首先想一件事情 大佬平常会帮你 你对大佬有什么用 你能为大佬提供什么价值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是我们在微博上行走的话 你作为一个粉丝 因为大佬肯定不会关注你嘛 肯定是你先关注别人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粉丝的话 有什么价值呢 基本就是四个价值 就是经济价值 情绪价值 数据价值和客户见证价值 在这几个价值里面呢 在这几个价值里面呢 正常来说是经济价值 大于情绪价值 然后呢 大于客户见证价值 大于数据价值 数据价值最小的 最没用的 基本上最没用的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经济价值也能超过 情绪价值也可以超过经济价值 然后呢我待会儿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经济价值 很简单 什么是经济价值呢 太简单了 就是大佬你花钱嘛 对吧 大佬们也是要吃饭的 对吧 他大佬很多也就是 大佬怎么赚钱呢 买书 他卖书 他卖课 他卖社群 他卖他的微加 然后呢他接商务广告 对吧 卖推荐产品 对不对 就这几个东西吧 那你就很简单了 你去买他的书 买他的课 买他的社群 买他的微加 买推荐产品 对不对 这就产生经济价值的啊 产生经济价值 但是要强调一点 就算你给大佬提供经济价值 这个价值可能也是不够高的 因为大佬那边有很多人 给他提供经济价值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 还要提供更重要的价值 就是情绪价值和 那个客户见证价值 经济价值里面 如果说你真有钱的话 直接去给他 直接交一个钱 给一个最高的那个会员就好了 最高的 就是你不要去弄那个几块钱的 达赏几块钱 这个没啥用啊 我们把经济价值和情绪价值结合起来 就能提供更高的价值 重复一遍 把经济价值和情绪价值结合起来 就能提供更高的价值 情绪价值是什么呢 很简单是吧 特别简单 来记住这两句话啊 别抬杠 别瞎开玩笑 首先不要抬杠 我有时候很不能理解一些人 他明明是想去跪舔大佬的 结果天天跟大佬抬杠对吧 我遇到很多的事 后来我都拉黑了 我没有经历理这些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这些事 别瞎开玩笑 大家不熟 而且大家地位是不平等的 你就别瞎开玩笑了 你如果跟人家不熟 瞎开玩笑很容易被拉黑的 情绪价值呢 主要就这么几个多夸奖多点赞 多感谢嘛 对不对 多快 多点赞 多感谢 这就是情绪价值了 他做的很好 你可以在各个地方说他做的好 这就是情绪价值 我待会会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讲一讲 怎样 到底什么情绪价值 先把这个讲完来 来 数据价值 这一点其实是并不算重要的 因为一般来说呢 像我100万粉丝 一个单独的粉丝能给我提供什么价值呢 除非他本身也是个V 也是大V 我们互相转一下 或者怎么样是有价值的 你比如一个普通的小V 一个普通的粉丝 只有二三十个粉丝 两三百个粉丝 他能给我提供什么数据价值呢 其实没有太大用处 但是呢你也可以多做一点 比如多转单评 尤其有一点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如果大佬的一个微博 本身已经是 几百上千转发了 你多转一个少转一个 无所谓 跟你并没有提供太大价值 但如果说大佬有一个帖子 他就是一个恰翻帖 他要赚钱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商业帖对吧 商业帖呢 没有什么人转 数据很难看 这个时候你赶快转一下 好吧 理解我意思了吧 这个时候 你的数据价值就显示出来了 多转一下这个帖就好了 这种时候去转单评 去夸 这个时候最有价值 我们要把数据价值 跟情绪价值结合起来 OK 好了 下一个 客户见证价值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 你可能是大佬的付费客户 对吧 你花了钱了 也可能是免费的 就看他文章 但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有客户见证价值的 比如说 我写了一堆晒吧 对吧 晒单 我买了大佬的一个课 我就马上晒单晒出来 爱他大佬一下 大佬是不是看得见了 他会不会帮转呢 晒心得 我听到大佬的课 我有很大的收获 后面有成绩 我有很大收获 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或者说我的阅读量提高了 或者说我收到钱了 这玩意是不是都可以晒数据了 是不是都是数据 对吧 心得成绩数据都可以晒出来 这叫客户见证 所有的大佬 只要你去 我这么说吧 大部分大佬 只要你去晒个单 晒一个心得 去夸他 他基本上都是会转发的 大佬也有虚荣心 然后他也需要别人客户见证 对不对 他要晒合影 如果你在线下见到大佬 照张合影了 然后我的微博上晒一下 按照他一下 对吧 这就是晒见证 晒合影这个东西 还有读书笔记 如果你大佬们出了书 大佬出了某本书 你要做的是什么事 很简单 买他一本书 先把书晒出来 然后晒晒读书笔记 或者晒某一页上面的画的 画的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中点 画中点 有摘要 这个东西晒出来 这就是客户见证价值 可以多做一点 可以多做一点 这几个东西 我重复一遍 来 你想让大佬给你玩 这四个价值 经济价值 情绪价值 数据价值 客户见证价值 是可以一起用的 可以把它搅带一起用 你把大佬一本书 数据经济价值了 虽然这个经济价值不高 对吧 然后呢 你把看了书之后 晒出他的那个书的摘要 然后呢 说出你看完书之后 什么收获 客户见证价值嘛 同时也提供了情绪价值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转一下大佬们的卖出广告 就提供了数据价值 对不对 就这么几个东西啊 你买了他的其他产品 也是一样的 就这四个价值 一定要注意 反复问自己 反复问自己啊 我有什么价值 经济价值 情绪价值 数据价值 客户见证价值 我到底提供了哪个 这是几个 好OK 下面我讲哪个案例啊 我之前 发现有一个人 特别有意思啊 他特别喜欢给大佬们做合集 他给我也做过 他给几个大佬都做过 他大概每周都会找一个大佬 把大佬的重点文章拿过来 然后呢 做个梳理 做个合集 合集很简单嘛 就把文章那个链接放出来 然后呢 夸底句 然后大佬们就会转他 都一定会转他的 这个合集一定会转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个大佬 有人 把你的文章做了一个合集 然后呢 各种分类合集 合集出来 你要不要转发 肯定转发 对吧 然后我就发现 他是 他就做了很多 他给很多个大佬做合集 可能你要做好几十个 然后所有大佬 跟他的互动就比较多一些 做了合集 你肯定对他印象比较深刻 对吧 平时互动也会多一些 对不对 然后他就蹭了很多流淡 这就是利他嘛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你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OK 然后第二个 这个这件事情 如果大佬出了本书 你能做些什么 我之前微博写过这个东西 但是课程里面还要讲一讲 正常情况下 如果大佬出了本书 你干做什么呢 买书呀 对吧 大佬出了本书 他微博 发了这本书 再推理本书 然后呢 转发 首先先转发 说我马上去买 然后买完之后呢 就把这书晒出来 说书到了 艾特大佬一下 然后开始写读书笔记 开始画重点 继续晒 然后写心得继续晒 一本书能晒好几次 对不对 这是一个常规的做法 你还可以把书推进给别人 爱他谁谁来买这本书 对不对 这就是经济价值 情绪价值都有了 是吧 客户见证价值都有了 对不对 还有数据价值也都有了 然后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之前啊 我在很早之前 我还是个小辈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大佬出了本书 我就去买十本书 而且最好买大佬签名书 找大佬说 你能不能卖个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 我要十本签名书 干嘛呢 我把这十本签名书 拿来送人 或者微博转发抽奖 各位 这件事非常重要啊 你在微博转发抽奖的时候 十本书 微博转发抽奖的时候 大佬一定会转发的 明白我意思吗 你写了一本书 你去发一条微博 说某某大佬出了本书 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们做个转发抽奖 关注我和关注他 一起来那个转发抽奖 然后呢 我们就我们 中奖就送本书 这样的活动 这个大佬是一定会参加的 一定会帮你转发的 会帮你帮流量的 而且呢 正常情况下 你这么做 大佬也会记住你 因为这么多的人并不多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吧 这么多的人并不多 而且还真花不了多少钱 一本书打个折 二三十块钱 加上运费 各种加一块 十本书三百块钱吧 三百块钱 你可干点啥呢 你请大佬吃个饭 大佬肯定是不去的 你懂我意思了吧 你请大佬吃个饭 大佬肯定不去 你让大佬帮你转个微博 他十五八九不想帮你转 他觉得他有点吃亏 但是你买了十本书 做了转发抽奖 他就会愿意帮你来做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经济价值 情绪价值 数据价值和客户见证价值都有了 这四个价值 一定要一定要真正研究一下 各位 你同理可得 如果大佬那个 卖了个什么化妆品 什么之类的 你也可以类似操作吧 好不好 下一个 那么最后 特别说一下 上面都是技巧 上面做的都是技巧 下面的还是实质 就是你一定要做出优质内容来 如果内容不够优质 别人没法长期帮你 当你跟大佬们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之后 你如果有优质内容 他们是愿意帮你转发的 我在四万粉丝的时候 有个朋友每次帮我转发都能够带来三四百个粉丝 带来差不多有六万多月多量 我有个朋友当时特别牛逼 就是他只要转发我微博就能带来五六万多月多量 然后就能带来三四百个粉丝 特别厉害 对吧 那个时候来的粉丝全是优质粉丝 对 所以你要写出优质内容了 这是最根本的 怎么写优质内容呢 上一节课我们其实讲过这个方法 上一节课我们讲过这个方法 你要这人写优质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就包括神评论 这也是一个技巧 一个非常好的技巧 如果说你有一段非常好的内容 你发在你的微博上就没有人看 对吧 可能没有人看 对吧 但是这个非常好的内容 如果说这个内容发在某个大佬的评论区 跟他的评论 跟他的内容非常贴合 又非常有意思 那就会被很多人看见 很多人看见之后呢 他们就会因为这条评论来关注你 然后呢 你发完这个评论之后呢 大佬也可能会再转发一次 然后就会又回来很多人关注你 我当时 我曾经有 我曾经在一个大佬的评论区 发过一个评论 然后呢 大概给我带了400多个粉丝 和 那个越多让不好说 因为我没法去做越多量 只能说粉丝过来很多 因为那条评论 大概占了有4000多次吧 占了4000多次 有三四百个粉丝过来 理解我意思了吧 一定要做优质内容 一定要学会写优质内容 大量写优质内容 然后呢 可以把优质内容变成神评论 发在大佬的评论区 你可以评论加转发功能 可以用评论加转发功能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样的话 大佬看见之后呢 如果你的评论非常优质 他就可能会点赞 会转发 也会帮你带流量 而且在他评论区 他的评论区本来就是个流量池 各位 你有意思了吧 就是你自己的微博 是没有流量的 但是大佬的评论区 他就是流量池 你在那个地方的评论区 会不会很多人看见 很多人看见 就会给你引流 会来关注你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简单的课程 叫做向上社交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